大家好,今天国内这边的机弹官媒突然登了一篇稿件 这个稿件呢,它是这样说的 国家安全机关披露,云南退休干部,勾结国外敌对势力 招募赶死队,策划抢夺驻军弹药库 这个题目一听啊,就是挺唬人的 我一看,中国还有这么猛的人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稿子好好的读了一下 又在网上对此事呢,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搜索吧 那么我把相关的消息呢,给大家汇总一下 来给大家通报一下 这个案件实际是个几年前的案件 但是它在现在登出来啊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啊,也比较奇怪 因为现在中国是在敏感时期嘛 那么这种事情呢,应该不要对外说呀 这是一个家丑呀 甚至这种事情你说出来呢 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呀 但是为什么事隔几年 你在现在把这个事情登出来呢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 那么它这个案件是啥情况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就是在8月15日,国家安全部发文 它的题目叫做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必须把握四大属性 那么在这个文中呢 它提到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它这个案例是要说的 2016年国家安全机关发现 云南母学校退休干部宿母 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反动言论 它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 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 在境内招募所谓的干死队 密谋实施暴力行动 并将该行动命名为 中国班加西工程 妄图颠覆国家政权 国家安全机关积极行动 在该案还处于犯罪策划阶段时 一举将所有涉案人员抓捕归案 那么这里头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班加西啊 这个宿母为啥把它这个行动呀 起了一个班加西工程呢 我觉得啊 它跟这个利比亚的班加西案件呀 有一些关系 因为利比亚的班加西呢 是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 在大概2012年的时候吧 有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啊 对这个班加西的驻美大使馆 发动了袭击 这次袭击呢 还造成了起名美国人的死亡吧 这个事情呢 当时呢 也引起了国际上面的一个关注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搜索班加西这个关键词 但这个事情啊 前后介绍起来呢 还比较复杂 那么我想这个宿母啊 想介入这个班加西工程啊 他也是想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认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 这个文章介绍啊 该案涉案人员宿母 是一名退休干部 他主动与境外敌对分子勾结 谋划实施恐怖活动 妄图通过暴力行动 推翻国家政权 该案还在犯罪策划阶段 就被国家安全机关一举破获 宿母长期在云南母学校工作 多次在网上发表反动文章 2016年 宿母通过网络认识了 身在境外的母敌对组织骨干成员 随后 该骨干成员入境成都 与宿母密模策划 通过开展暴力行动 颠覆我国国家政权 妄图改变中国政治制度 宿母和该敌对分子商定 先从境外采购武器 再在国内招募所谓干死队 于2017年春节期间 在云南昆明袭击派出所 并抢夺驻军弹药库 实施断水断电及纵火活动 若行动成功 宿母将通过网络媒体 公布他草逆的政治诉求 若行动失败 则想办法撤退到境外 苏母将他的行动 命名为中国班加西工程 并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他建立了多个微信群 进行指挥协调 指使人员赴云南考察边境路线 赴境外与敌对分子见面 商议武器和资金事宜 令苏母和同伙没想到的是 这些准备工作早已进入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视线 在暴力行动实施前 他们就被全部抓捕归案 此案是一起境内人员 与境外敌对分子勾结 妄图暴力颠覆我国国家政权的典型案件 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破获 有力打击了不法分子的险恶用心 有力维护了国家政治安全 2019年4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立人民法院 对此案依法进行宣判 认定苏母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苏母当庭表示认罪毁罪 这个认罪他还加了一个毁罪 那么这个事情的经过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想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啊 但是现在没有公布 因为这种案件呢 它都是生命案件 他为什么在2019年判决以后 他不公布呢 他选择现在这个时间点公布呢 我觉得这个啊 还确实挺奇怪的 那么我们简单来分享 苏母这个案件啊 他整个的想法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正确的 因为你针对中共这样一种流氓政府啊 采取这种武装行动啊 我觉得也是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 但是他的整个活动呢 我觉得策划了呢 还是不太严密 或者是因为这个时间点不对吧 在2016年的时候 可能人们对这个网络的认识啊 还不是很深刻 实际你看啊 他这里头有一个就注定他肯定会失败 他们这个联络群啊 是以微信为平台的 说他建立了几个微信群 那么这些微信的数据 就是对中共敞开的吗 人家肯定通过这个呀 就把你监控到了 所以注定了你后面必定失败 那么假如说他们这个联系方式呢 采用这个电报呢 就是那个Telegram啊 我相信呢会比这个好一点 因为电报的保密功能呀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觉得他这个时间点啊 也有一点不对 就是时间太早了 2016年的时候呀 中国那个情况呀 还没有那么糟 中国这个老百姓 对中共彻底失调信心呀 就是这三年的疫情 让一部分老百姓啊 彻底看透了中共的面目 而且对这个中共的执政啊 也是很有怨气的 如果说他这个行动 是放在现在 那么可能成功的机会啊 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吧 还有呢我想啊 他联系到的这个境外势力 到底实力有多大 这个我现在有怀疑的态度 因为这个境外的 所谓这个反共势力呀 好多实际就是中共假冒的 就是钓鱼的 也许这个宿母联系的这个人呀 就是中共的人 他挖掘到宿母这样一个信息以后呀 对宿母进行钓鱼 然后把这个宿母的网络呀 给一网打尽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啊也有 就是你后面联系到的这个境外势力 是不是真正的是反共势力 或者是很有实力的反共势力 这些因素的差距是很大的 我们打个比方 为什么像本拉登他们的前身啊 他们能搞成事情呢 因为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 是中情局 对不对 还有就是东南亚以前的那些红色组织 他们为什么能成功呢 因为他们背后支持的呀 是苏联或者是中共 对不对 如果你取得了这样的组织的支持 那成功力肯定是很高的嘛 那么如果他联系到的这个组织呢 也是实力一般的 那么你想你要做这么伟大的事业 没有雄厚的势力去支持 你这个成功的希望呀 是非常渺茫的 所以这个方面啊 我们现在也只能猜测嘛 我们不知道所说的境外势力呢 是什么势力呢 也许就没有这个境外势力 就是中共在钓鱼的境外势力呢 这个都有可能性 还有他招募的这些人 是不是铁杆的赶死对 对不对 因为你拿这个微信群招募的 这个微信群没有保密可言呀 所以这个里头的人也是鱼龙混杂呀 也有可能你招来了一个国安的卧底 所以你的这个行动呀 才被一网打尽 我觉得我说的这些啊 也只是一些因素吧 实际上大家看了他这个案列以后呀 你们也能替这个苏老师总结一下 他为什么失败 让我来总结呢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呀 都没有到 但是他的这个机制啊 我觉得还是可嘉的 那么后面呢 我就想请大家啊 一块来参与讨论一下 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案子放出来 对不对 而且这个案子从今天开始啊 突然在网络上就能搜到了 这个环球时报和一些这个官媒呀 都做了转载 那么这种传播量是比较大的 我个人认为在党国信用这么低 民怨这么沸腾的时候 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刊登了 你看登出来就等于说给老板银指了一条路嘛 就是你实在受不了呀 你还可以像素老师这样造反吗 真有这个意思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看不懂了 当然也有可能中共登出来呢 他是想吓唬老百姓的 但是你想想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登出这样一个案件 能把老百姓吓唬到吗 对不对 只能说让老百姓知道了 还有这样一条路可索 所以啊 我觉得他放出这个消息啊 就非常的蹊跷 因为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啊 对社会不满以后 你看啊 他都做了那些极端行动 拿刀乱砍呀 去纵火呀 开车撞人呀 投毒呀 等等 他是没有目标的 我觉得这些人的做法就是不对的 大家都应该像素母这样学习 把这个矛头呀 对向那个罪恶的根源 好吧 这个消息呢 就给大家这样分享一下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激激发言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